林勝斌和范真芳這兩位好兄弟 齊齊換上籃球球衣參加 Panasonic學界籃球邀請賽2015 他們的球衣不同顏色 原來兩個人代表不同球隊打對台 見到Bop新營圓滴滴的 我真是替他擔心 只不過他就拍了心口叫我放心 說以前是校隊代表 不可以說是很厲害 是多厲害 曾經20年前 但這20年 因為我見到年輕人打得越來越厲害 我給他們一些機會打 出來做事真的少了很多機會 就算一群朋友說出來打籃球 都沒有這樣的機會 就算是明星隊 很多藝人朋友說 加入我們這個籃球隊 我怕加入之後 都不知道一年打不打一次 無謂 所以多謝大家的邀請 我會嘗試重複籃球的水準 雖然Bop是威氣勢 但你見他落場射球 失手多過入球 真的說娛樂性的話就滿分了 相反Ricky就謙虛得多 說自己都是志在參與 更加自爆出門口的時候 差點穿錯足球鞋 幸好之後都找回對的球鞋 來穿 至於提對日本地震 當時在日本的他就說 對自己影響不是很大 鎮央距離我們兩區很遠 但是都很擔心 因為去到沖繩很緊張 那很多戰機在演習還是什麼呢 飛來飛去 天路都很大 但是第一次這麼近距離 看那些軍炸機的那些 接著又看新聞 又說火山爆發 陸兒島 所以都擔心 但是so far都沒有時間 好厲害